另外还有个以色列军方说 10月22号摧毁一个 这个巴勒斯坦的火箭发射场 那用的是一种 第一次用在战场上的新武器 它叫做这个Ironstein 铁刺 它有这个激光制导 有全球定位制导 然后呢 另一头也对这个 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 当然这个美国寿命 回租两套铁穹防御系统给以色列 那到此刻为止 哈马斯还是可以打它 火箭弹还是可以落下 所以就是说 这个以色列之前 已经第一级很惨 但是现在遭到第二级 好像也不是全部防得住室吗 还有一个讯息 我同步请教一下这个丽将军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加萨地区 现在是各种物资都没有 没水没电没网路 然后也没有燃料 所以联合国就帮着加萨讲话 医院呢对不对 之前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中 有很多让你揪心揪肺的讯息 比方说很多新生儿 在保温箱里面 没有电的话 眼睁睁就是死亡 现在有这个几百个 新生儿在里面 燃料要耗尽了 急需燃料 但是以色列说什么呢 公布了这个照片给你看 说这些呢 都是哈马斯所长有 至少有50万公升的柴油燃料 所以就问问哈马斯 你们可不可以分一点呢 那紧接着我就来看 这个讯息就 觉得不单纯 因为美国派了一个 据说是巷战王啊 很懂得巷战的这个专家 进到了以色列去给以色列一些建议 因为接下来打地面战 但是这个专家告诉以色列 你现在先不要赶快进去 先不要进去加萨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地道战呢 这个巷战啊 可能会让以色列损失惨重 所以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在发动第一集的时候 早就知道结局了 结局就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死我亡 但感觉上加萨就是哈马斯 他们也有个愿望 就是要阻断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沙特的正常化 现在也看着目的达到 接下来也认为 恐怕自己绝无生路 所以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这个想法 利将军 会不会就是在加萨的地道战当中 等待着你进来 给你最后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一样一样讲 以色列他这个铁赤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并没有说 像我们现在报章形容说 这么科幻的武器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破级炮炮战 腰朗动口径的破炮炮战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现在来讲 然后空军他们丢的那种 小直径炸弹 它也是一颗炸弹 但是它有一点小翅膀 它可以卫星定位跟导航 所以打得很准 它就是丢一颗炸弹下来 但是可以做一个 做一点距离的修正 或角度方位的修正 因为它有个有点小翅膀 在这种但大方向是没有办法的 那破级炮类似这种道理 它只是打到空中 破级炮是驱射武器 它是打到天上 然后再这样掉下来 那射擊距离就5500公尺 这个我还背得很熟 6000公尺 对不对 1200公尺 对不对 1200公尺 81是3300公尺 我记得大概是 这种射击的距离 它打到空中 因为它有一点小翅膀 利用这种卫星制造 所以它可以打得很精准 但是你说精准到说 一点都不偏差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破级炮本来就是 一个面的5G 你都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以现在的科技讲讲 打得也满准的了 我们做1200炮的破炮的四射来讲的话 打得很准 唯一一个打不准的就是 前两天大幅兵工厂 打那个1200炮打到渔船 那真的很丢人 那可能方位角度都没有算对 那第二个我讲说 我特别说美国要回租两套 铁穹防御系统给以色列 这就代表美国的一个捉襟见肘 这两套铁穹系统 是美国跟以色列买了 买了以后部署在哪里 部署在关岛 它为什么要部署在关岛 一个关岛一个珍珠港 它为什么要部署这两套 因为它已经发现中国的 各种各型导弹 对它已经关岛形成威胁 所以它在关岛这个地方 除了铁穹 那是小区域的防空 那大的区域防空 它在萨德 这爱国者它部署在那边 以前都没有 它现在部署这套东西在那个地方 它跟以色列买了铁穹 部署在珍珠港跟关岛 这两个地方 那现在因为以色列战况紧急 自己来不及生产这个铁穹系统 那它特拉威夫又一天到晚 被火箭弹攻击 所以美国把这两套还给他们 拆过来 对拆过来还给他们 这两套是跟以色列买了装过去 现在因为这种很急的 紧急状况之下 它又把这两套拆掉以后 装回去给以色列 所以我们从这个动作里面 就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美国事实上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说这种弹药 或各方面都充足都充裕 那之所以说是燃料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加拿大地区老百姓 它会引起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 都已经是人造的问题了 你知道每天 每天不是几百个婴儿 在保温箱里面 每天光生产那边 加拿大手槽那边 父女生产的父女 1600人对那很可怕 那另外准备要生产的是 几万人在那边准备要生产 你生产你一定要有医院 即将临盆的孕妇 找不到地方可以生孩子 对你医院里面照顾这些婴儿 或这些手术或干什么 你就必须要有燃料 要有电源 但我那个想法就是说 以色列跟哈马斯 都有一个最终目的 以色列当然就是希望 一次解决整个加萨的问题 那对哈马斯来讲 他就是要永久要切断 让这个仇恨更大 不让沙特跟以色列 这个关系正常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平民百姓就是像除狗一样 不被放在眼里 所以就算他有燃料 就算哈马斯自己人 也许他也不愿意拿出来 因为这些这些 都是要在巷战当中 也许最后给以色列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这个顾文也叫他们先不要进去 大家都不敢小看 这个巷战跟地道 已经进去了 最后的一个刚开始 它只是一个测试 以色列已经有几个伤亡了 他进去一下就一个军官阵亡 你说就是他第一阶段的测试 所以会不会最后的 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在里面 他只是测试 我们军方那个叫什么 叫做火力搜索 就是用兵力我进去搜索一下 看你刺探一下你的趋势怎么样 我用那种短时间一进去 我马上抽出来 但这么一个动作他马上就伤亡了一个军官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帅将军 丽将军都说这个 巷战是很难打 这个地道真的是很难打 所以你觉得呢 最后会致命的一击藏在里面吗 我觉得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美军 不是你以色列一直空炸空炸 那些楼房倒塌下来以后 事实上对你巷战变成一种障碍 就是你的战车进去里面 你反而是障碍 你要用先推主机 把那些这个瓦力什么推开来 你战车才能够前进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你说在楼房 我还容易攻击你 他躲在瓦力里面 他那个狙击手 躲到瓦力里面 你更难去对他做这种 摧毁的动作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来讲 美军我研判 以色列已经叫染了两个礼拜了 说要进地面作战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研判 我觉得他不感兴趣 因为以色列军人的生命 比其他人生命之后还可贵 为什么 因为他人就这么多嘛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虽然说他很团结 没错 可是问题是说 他后备军人就像三十六万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 他没有后续的兵源补充 另外他还面临了北边的 尼巴伦深处长 虽然说那些国家 目前战役都比他小 但是那些都不怕死 那些恐怖组织 他有生 你说现在来讲的话 加大走廊这些老百姓 他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那吸引着仇恨 你看看有多深 全家都死光了 而且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这叫做歼灭全部的哈马斯 你主要 你很难歼灭全部哈马斯 对 对不对 哈马斯全部歼灭完了 也很难分辨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